我們把OBS剛剛這邊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中間這裡其實就是我們的溫音器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 如果你某些像我現在有輸入 有沒有看到我的音量 如果你發現你的麥克風聲音不夠大聲 就是來這邊 它有一個叫進階的 你可以來這邊把你的輸入的音量 它可以超過100 可以超過100 當然超過太多還是會失真啦 但是呢 你可以先透過這個方式 如果你覺得音量不夠可以進來 那 例如我這邊如果有影片 我看一下 這個剛剛影片沒有聲音 如果你有影片有聲音的 在這邊也會出現 比如說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把我的什麼 聲音是不是可以 把它稍微變低一點 影片聲音變低一點 等到我講完再把它拉高 各位不要忘記的 你現在是一個人 當全部的人用 哈哈哈哈 所以你知道網紅很累有沒有 直播主很麻煩 因為他要操作 又要操作那個 當然啦 其實如果 你有人輔助是最好的 有人輔助當然是最方便 那 再來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做這些的時候 剛剛有特別強調 如果你是影片的素材進來 你記得 點兩下 這個循環你要勾起來 你要把它勾起來 那麼 如果你這樣好了 我眼睛關掉 你可以在需要的時候 眼睛關掉再打開 這樣他又會從頭再來 又會從頭再來 這個是 如果你是用這個 那 再來就是你在做 裁切的時候 要怎麼裁切 比如說 我發現了 我們一般縮放是這樣直接縮 對不對 你就拉這個 八個點 那你裁切 就是按鍵盤上的ALT 當你按住ALT在拖曳的時候 有沒有 上面 顏色就不一樣了 這個時候他會告訴你 哪一邊有裁切到 這樣的話你會比較清楚 會比較清楚 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 狀況 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 網頁的部分 那你是不是在這邊把他當作一個瀏覽器 對不對 好那 如果呢我今天是簡報 那他是不是就變成一個視窗 好比如說我現在LINE LINE這邊 假設我要把這個LINE抓進來 他是不是一個視窗 所以我就從這邊 加入一個叫做視窗來源 視窗的擷取 好那我就來這邊選 好 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是LINE 這樣待會呢你會比較清楚 確定 你就找到找到這裡 LINE LINE LINE不在裡面 我看一下 竟然沒有 就有看到LINE的畫面了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就找到相關的視窗 他就會進來 他就會進來 暫時不要我就先把他關掉就好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用了這個 那你要去哪裡找 哪裡找什麼 找你的那個 影片 從左上角這裡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提過 你是不是要先重新封撞一下 請問我如果直接錄影的時候用NP4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是你要去修改他設定而已 好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這樣做的 你可以在 右下角這邊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叫設定 你把它打開 你可以自行選擇 我在這邊 影像的部分 影像的部分 我看一下 輸出 好你要換到進階模式 輸出裡面的進階模式 你可以看到露營 有看到FLV的嗎 對不對 你要換到進階模式才有 輸出這邊 輸出裡面的進階 但是你在換的時候他會提醒你 用NP4 會有跳一個訊息 有沒有看到 他說如果你萬一錄影的時候沒有完成 也就不是正常結束 FLV還可以怎樣 再救回來 但是NP4因為他是用多格去計算的 他編碼方式不一樣 他不是一格一格的算 他是很多格平均起來 所以你變成中間沒有正常結束 他就算不出來 也就是你錄到一半的就沒有辦法再轉出來 所以我大部分就不會在這邊特別改他 除非你覺得OK 所以我們頂多就是多一個轉換的動作而已 是不是比較容易 這個是 幾個部分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說 你要怎麼去弄 所以我們剛說在這裡 那如果你轉換完成了 他變NP4之後 你可以到哪邊 到右上 左上角這邊 顯示錄影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放在哪裡 不過反正預設都是在所謂的 媒體櫃裡面 媒體櫃裡面的影片 那這樣你就會比較好找 這樣有沒有問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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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